谢谢 反而可能会打这个事情 弄到一个更糟糕的地方 你觉得呢 等一等吧 也许这个我觉得 大家往后再考虑考虑 可能这个事情 会有一个更好的解决 那个酒店 我确实 我当时去跟他谈的时候 我也是想的 因为我之前也跟你说过 我也想做这个酒店的方面 因为 有些时候我的粉丝们过来旅游 后边我的 七七啊朋友这些过来 我也好跟他们安排 不然的话 有些时候去 去跟他们开酒店 这个也麻烦 知道吧 然后我就想的 那个酒店 我看了 看了我都去看过两三次了 觉得不错 我就想把他拿下来 然后当时他说 50个就可以 给我50%的 那说实话 如果是正常的 虚传价格来讲 那个地方 我10拿50%的话 比我有一点点 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一样 然后我就 那个了嘛 相信他嘛 然后我就 我给了10万那个地金 结果他 第三天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说 做不了 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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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点赞 咱们把张照点一下 好吧 张照点一下 直播你可以问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 众人实材火焰高 你问一下他家的意见的 我问一下这个 你直播间的考虑们的意见 谢谢加入粉丝大拉 拿着纸给我 那个 我 你拿着纸给我 纸 我现在是不是 应该是你 你你你你你找到我直播没有 我找到了 不用穿礼物 不用穿礼物 抱紧 看看你的把衣现在是谁 我把衣现在是我理解 不用穿礼物的 不用穿礼物 忘记 他说给我穿礼物 我说不用穿件 直播间 咱们多多打一包 这个花衣 花衣忘记 对 出过来的吗 打了没 没有 这就行了 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忘记 谢谢忘记 收了的这个烟花 我第一次在结婚的脸 谢谢 谢谢 呃 加尔麦 就是收烟花的这个姐姐 就是忘记啊 就在我旁边这个姐姐 呃 咱们给他点点关注啊 谢谢加尔麦 非常感谢我的忘记 收了的这个烟花 谢谢 那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忘记 我们两个是 哦 那天我去 我去拜那个 乐萨大福的时候 热死的 那天你是去那里干嘛 你 我们去看他上边 做点事情 哦 对 然后 我跟他 我就不小心把他手机弄坏了 弄坏之后呢 后面就妈妈妈妈的 我就跟他买了一部新的嘛 然后后面热死了之后呢 觉得 忘记人也很不错的 哦 当时你那个那个是你祝你吧 就是有点高 有点 对 他当时的情绪有点激动 他他有点这样子了 家里面有点 那我都有点吓到了 当时就是我把他手机弄弄到地下的时候 然后那个他那个祝你就抓着我 既然火气有点高 但是能理解 因为毕竟对吧 你那手机确实也有点有点贵 而且还不好买 对 当时不太好买 然后后面就 呃 挖姐也带我去了那个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 那个地方叫什么 庙啊 对对对 一个能讲的话就有 可以讲 对一个庙 那个庙里面 然后我就那个啥了嘛 这样没 然后我感觉后面的预期也都越来越好 然后通过 挖姐的介绍下 就是 还是认识了很多那种 知道吧 然后最近呢 就是这样子的家里面啊 就是我一直也跟大家说过 我也想住个酒店 知道吧 然后呢 呃 你们生气也没想过 然后呢 就是我 我住了一个酒店 之后呢 我想了想到粉丝们过来也方便 知道吧 没有想到那个老板娘 她当时嘴巴上答应我 知道吧 嘴巴上答应我 然后我 我想了 没有想到她会反悔 我就也没有洗什么洗液 知道吧 后面第三天我去找她的时候 她就说 拿不出来 50个拿不出来 然后我现在有10瓦压在她那里 她也不退给我 这搞的 知道吧 然后 我对酒店方面 你们也不是很懂 知道吧 我就找到了挖姐 然后 挖姐说 那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那个酒店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啊 我就给大家提个意见 你们觉得怎么样 直播间1500人 你们觉得就是 你们觉得现在她 她是以那种 就是说 那10万 她有了 她会退给我 现在还没有 就这个态度 知道吧 这个事情 我觉得当时 你存在很大的问题 给钱就得签个协议 哪怕你们当时 签不了合同 但是你肯定有一个 举止的协议 把你们的这个约定的内容 给写上去 那天什么也没准备嘛 然后也没有什么 二手艺的 然后就说 过年他再来找到 我给了那个10万 我是想呢 我怕他 对 我怕他 他那个给了别人 知道吧 酒店没有那么快 那么好 转手出去 所以 我也不懂嘛 我走这个行业 当时录一 我没有想那么中道 知道吧 家里面 没有想那么中道 你这些都没有 是吗 对我没有想那么中道 我就那个啥了 没有想到 第三天我去的时候 他就反腐了 知道吧 然后现在 就是我今天 我跟万姐一起商量了一下 免戏了他 他又不那个啥 他就说 反正10万 那个10万要给我 但是呢 要过到时间 他可能是需要自己周转 他就拿我的这个米 拿去周转了 那个直播间啊 我看直播间有朋友说 带人去大闹酒店 这个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那呀不行的 那呀是不行的 现在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老板娘 他估计现在手上确实是拿不出来这些钱 但是呢 跟他再谈嘛 等到你们这个 找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 大家 你想好你的方案 对 想好你的方案 带着你的方案去找他 他有什么诉求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他各路清楚 这样你就会心里有数 那个地方 应该还挺好的 因为我之前听过这个酒店 那酒店确实不错的 但是那个老板娘不好沟通 就是他这种 要不你看 我们抽点时间看 明后天一起去看一下吧 就是你出个时间 你跟我一起去 我们两个一起去 给他谈一下看能不能 就是要合作 也要就是把它谈下来 不合作 那也要把那个十万拿回来 不然这样 也不是个办法 你们说这样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的话可可以 我看你的时候 今天有朋友说 让他给你打个欠条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案 打个欠条 对 就是证明他曾经收到过 这笔钱 因为他现在是 不能讲这个是吧 没事 因为他曾经是 的确收到过 但是呢 他现在 没法一马退给你 不能运行这个承诺 也没法退给你 你们觉得这个方案 行不行 家里面 就是说 我带挖机过去 然后一起找他谈一下 谈一下 看就是他 他愿不愿意 这个 股费方面 再谈一下 号召愿不愿意 把这十万退给我 他他这种 哎 麻烦 谢谢点赞 谢谢 咱们今天 两个人不可以合作 如果说 我觉得 这个两个人的形式风格 各方面 磨合的都很好的 情况下 合作是可以合作的 但如果你们两个的形式 做事情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或者你们有很多的这种 前期就开始有矛盾了 我觉得 后期还是尽量的 尽量的不在一起嘛 因为他毕竟 你说是个多小的事情 不是个多小的事 我跟他合作的话 我是怕他性格 跟我性格合不来 所以啊 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当时他说话还挺好的 我就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想到拿个50%的股费 也可以了 五六十的股费 然后后期我也好去那个 因为我 你说全部让我一个人搞 我也不太懂嘛 对这个酒店方面 我也不是很专业 家伙们知道吧 因为我没有租过酒店方面的生意 所以我也不太专业 我就想到合作就合作嘛 我就 就那种 没有想到 这种 我不知道怎么说 家伙们 是我背吗 还是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了 家伙们 谢谢点赵 谢谢咱们把赵赵点一下 家伙们 来直播间一千 一千多人 你们觉得我带着汪姐 让我让他帮我说说话 因为有时候 我的性格是直来直去的 你们也知道 对吧 我跟他说不好 我就说话 又声音又大 我就那种性格 知道吧 你们也知道 所以啊 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 可能 嗯 挖姐对酒店方面 这种 比较懂一点 带着挖姐一起 去 去给他谈一下 看他怎么说 你们觉得这也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 我们迷惑界 充个时间 我麻烦一下挖姐 然后带着挖姐一起去 去找他谈一下 可不可以 你们觉得 可以的话 扣个一来 这样没 可不可以 我就 我就为难一下挖姐 我就为难一下挖姐 如果能够帮得到你 没关系 这个小事 这样没 你们说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 我就 麻烦一下挖姐 然后带挖姐一起去 那个 谢谢挖姐 谢谢 可以的话 扣个一来 这样没 大家有时间来乐山的话 到我们这边喝茶吃饭 对 让阿伟带着你们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可以是吧 都扣一 扣一 家人们 非常感谢 这一次的话 就是主要是 非常感谢挖姐 咱们 阿伟叫的家人们 咱们 没有给挖姐 点个加号的给把一 挖姐 点个加号 刚才挖姐呢 也给咱们 刷了个烟花 刷了烟花 然后呢 再现在在把一 这个把一 这个扎号 就是挖姐的 因为他平时 喜欢旅游 是吧 喜欢到处去玩 没怎么直播过 我们在 我们在四川乐山 这个地方是美食之都 如果大家未来 有机会来到四川玩 到成都也很近 一个小时动车 四十多分钟 五十分钟到成都 大家有机会过来 看看大佛 去我们的峨眉山 转一下 然后到这个 我们就在这个大佛脚上 到我们这边喝喝茶吃吃饭 请大家吃个饭 给大家说一下 挖姐 就是她 做的声音也挺大的 就是现象 我就看了 看到他们的这个 餐厅和这个 还有一个场馆 这个茶馆也挺大的 你们看一下 这个茶馆也挺大的 有多少个皮包 这个茶馆 几千个皮包 这个茶馆就有几千个皮包 而且这里面摆的都是 就是老古堵的那种 就看起来我不太懂 但是比较特别 我们看这个最后的都是 热山近一百年的这些瓷器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的 你看可以从这个当地 这不是什么很名贵的瓷器 都是当地的老百姓 生活当中比较实用的 然后我们就花了很大功夫 把它收集 各地去把它收集回来 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来这里可以带大家看一看 每个年代 它的这个经济发展 当时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审美 它都能够通过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们喜欢这些东西的话 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确实我今天第一次见这种 因为我对这种不太懂 但是呢看起来比较特别 也确实挺好看的 见儿没 看到没有见儿没 这些 这些你们看起来就是 那种反正 特别好看 说实话 希希大家的分享 咱们直播间分享一下 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长我这样 我妈妈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找得下你 是吧 是不是这么说呢 谢谢点赞 谢谢啊 咱们 咱们理解一下 忘记啊 包容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平时没有 没有没有直播过 也没有 面对这么多人 聊天啊 直播一千多人 如果说在现象的话 可能从这里排到那个 乐萨大火了 是不是 一千多个人 你看 面对这么多人 聊天 他也有点紧张 大家理解一下 然后多多包容一下 请阿伟 请汪姐帮阿伟 阿伟非常善良好孩子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 从我们算是 萍水相同 认识也 也废了 小一个月的时间了 其实通过一个 这个叫做不打不相识 我们当天在这个景区 拍东西 结果这个手机 甩碎了 的确当时 这个阿伟 第二天 能够通过 他自己的各种的渠道 去帮我们找一个新手机 我觉得哈 我们不论其他的事情 就这个事情 就做得很靠谱 那再加上 我们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觉得这个 小伙子的确是个心底闪亮的 小伙子 但有的时候就是 可能社会业力 稍微欠缺点 这个 还好 你现在做这个网络直播 你可以遇到事情的时候 听见大家的 对对 我就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遇到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我就开个直播 跟粉丝们一起讨论一下 家人们你们说 人生的事情 有的时候 事后才会知道 最好的体验方案 谢谢 家人们给我 练一下粉丝灯牌 然后咱们把张照点一下 然后给咱们把一 忘记 点点关注 忘记就是我旁边这个姐姐 你们也知道 这一次 我可能就要委托他 帮助我一下 因为我确实对酒店方面 不太了解 不太懂 如果说我 哪怕我这一次 合作的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都需要 就是忘记 帮我去参考一下 这件事情 因为我 真的不懂 知道吧 所以我希望 阿伯的粉丝们 家人们 给我 把一 忘记 点个加号 你妈妈长什么样 有时间带她过来玩啊 大家说 我长得像你妈妈 可以啊 他们都这么说嘛 家人们你们说 忘记 长得像我妈妈 我看到大家说 长得像你妈妈 你妈妈 你改天有时间 把她带到我们这个 我妈妈是 一个比较微柔的 比较微柔性格 比较微柔 然后 长得 也 漂亮吧 我也不知道 是大家的眼光下 是漂亮 还是不漂亮 但是确实 我妈妈比较善良 这个我是比较认可的 我不敢说 她有多么漂亮 但是 确实 比较善良 妈妈确实 善良 对 她在乐山吗 妈妈 没有 没有在乐山 她在城镇那边 但是 她有时候 也会过来 到时候 她过来的话 我带她过来 跟你认识一下 喝喝茶 谢谢点赞 谢谢 对 咱们给娃姐 点个加号 家人们 给娃姐点个加号 然后呢 以后 娃姐是我一个好姐姐 我希望呢 就是 她遇到什么事 如果我阿伟 能巴得到的地方 我也会全力以赴 然后呢 就是 有时候 我不躲的地方 我也会 请教娃姐 知道吧 所以大家 就是给娃姐 点个加号 好吧 谢谢 感谢大家 没事 你们 这个阿伟的 粉丝朋友们 未来有机会 来乐山 到我们这个地方 随时联系阿伟 带你们过来 像我们的这些餐厅 茶馆 都可以免费 给大家提供 娃姐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格局 又很有格局 我觉得我在乐山这边 你们也知道 我在乐山 也不是很 很那个 因为毕竟我家 不是这里的 但是呢 我在这边 这边发展 能够认识一个 这么优秀的一个姐姐 也是 是我的柔性 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 就是咱们 通过这个网络上 认识娃姐的咱们 多多包容一下娃姐 好吧 多多给娃姐 点个赞赞 好吧 感谢感谢 我刚刚看有朋友说 问我 没你结婚了 我家小孩 都已经上小学了 娃姐 有一个小孩 是吧 上学了 对 上小学了 不过这些 我觉得 就是 我们直播 少提点个人隐私 对 但是 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 娃姐是一个 比较 比较直的人 也比较真 真诚的人 所以他就有